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到Fish Channel 我是投资经理王冠奇 恒指星期一收到24300左右 曾经单日跌了777点 其实受着上证跌穿4000点的影响 其实恒指星期一急剧都被抛售 其实有很多重磅库一度受压 不过来到这个政策市 其实上面的官员也说过 其实相对会支持市和一众的消息 刺激恒指星期二作出一个反复期运 其实现在后市都要关键地看有几个因素 第一 其实这个政策方面 可不可以真的对这个上证有一个真正的帮助 其实短期的政策相对令到上证急剧 作出一个技术的反弹 但是未来关键就是下两个星期 其实当这些消息慢慢在市场消化之后 真正这个市场的投资者 其实有没有信心再吸纳上证指数 其实是一个疑问 所以后市大家要密切留意 另外也受着外围 其实你看到金价和油价都是反复向下的 还有美股其实也作出了一个相对跌穿了支持位 去到17,600点以下的 所以未来大家也要留意外围的因素相对偏淡 那暂时恒指上面的阻力位 大约是25,300左右 而下面的支持位是24,000 其实如果大家看回图 那中长线的升幅的底部都是24,000 所以意味着恒指如果24,000 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持位 那其实如果跌穿的话 正如我上次所说的 那也都会有机会反复作为一个中长线 一个反复向下的顶部 那其实未来大家也都可以参考一个指数 其实叫做恒指的波幅指数 那其实相对呢 在上次这个大别市的时候 一度波幅曾经上到去39-40左右 那其实现在呢就陪回在24左右 那其实如果在未来 那其实大家看到恒指的波幅指数 如果没有回到这个20以下呢 那大家也都要尽量小心的 那因为这个指数呢 也都是启示后市的波幅性 或者波动性呢 其实有几大的 密切留意回到 其实未来我们叫做期指结算之后 那下个星期八月 其实应该怎么走势了 多谢 以上述述个人意见 不构成任何买卖邀请 本人望观期为证监持牌日 直至本评议发表为止 本人或相关者 并没有持有以上提及的证券 和所有相关的财务权益 多谢